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防门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是活土相生的掌心 风润厚实,根基好 有做事业的基础 活土之人呢,踏实稳重,不鲁莽 带人真诚,心地善良 天文呢,也是副事业线 天文呢,折断初期事业,有些波折起伏 有邦福文 邦福文呢,这个波折呢 是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而解决掉 可以化险为宜 主事业线呢,明晰向上 后期成就还是不错的 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智慧线大分叉 跟这个天文交合 那么就容易产生感情上的一些问题 我们看这个事业线笔直向上 可以在一个公门类的单位行业里面 持续稳定的发展 并且呢,成就不错 手上有非常明显的裁线 裁线就是从水行丘的位置出发 这个红色的线 可以有稳定的工资福利待遇 地文呢,看根基 地文尾部呢,有三角形的纹路 注意晚年健康不利 或者是这个有意外的伤害 这个需要注意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 像这个 这个就是典型的天文冲了指缝 我们说冲了指缝就形成了漏才 这就不利于晋升运 一般来讲就有机会难把握 第二个呢,人文的锁链文比较重 说明独立性和思想上的成熟度不够 魄力不足,闯进不足 初期出成就比较慢 事业线的还是比较明昔向上的 并且是从月秋的位置出发 非常的长的一条 这个叫充天文 或者叫通天文 因为这个月秋这个位置是前宫所在 钱就是天 那么这个财宫呢 还算是比较饱满 说明财运还是比较旺 勤现无伤 可以获得这个美满的幸福的姻缘 好了,有关这个首相内容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